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小庄园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庄园呢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庄园 这个小庄园它的占地有29000多尺 那这个占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了 因为这个庄园是一个庄园小区的性质 所以呢这个庄园不仅是占地非常大 并且它是十分学区的 这个庄园的税率很低 它只有2.2的税率 因为这个庄园是没有市政建设的这块税的 然后呢 它的邻居也都是像他们这样的一个大占地的庄园 的性质 这都不是我今天非要介绍这个庄园最主要的一点 最主要的一点是这个庄园的院子 实在是太漂亮了 这个庄园的院子它不仅有漂亮的泳池 还有一个全篮的篮球场 它不是那个半篮 它完全是个全篮 并且这个全篮的篮球场中间还 做上了这个网球的这个网子 所以又可以做网球场 又可以做篮球场 整个房子简直就是你在房子里面度假 都一点问题都没有 还有一点非常加分的项目就是 这个房子的后院是没有邻居的 所以说不能说没有邻居吧 这个后院这个房子的后院有一个小水塘 隔离起来 所以它跟邻居的距离很远 所以邻居是基本上看不到这边的一些 就是活动的状况的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加分的项目 整个小区就包含了我们所有的买房人能喜欢的所有特点 一 学区好 二 院子漂亮 三 后院没有小区 没有邻居 后院没有邻居 四 房子的间距非常的宽 无生活方便 因为这个地方正好就在苏斯顿99号高速公路和290高速公路交叉口的位置 现在先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吧 如果你对房子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对苏斯顿房产比较感兴趣 欢迎加入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看房子咯 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房子的门口 这个房子是在一个中远性社区 所以占地巨大 并且这个房子它有六个车库 六个车库啊 宝宝们 真的是好大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它对面的邻居 你看它对面邻居的间距是有多宽 非常宽的一个间距 然后我们转过来 那是它隔壁的 这是它隔壁的邻居 然后转过来才到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大庄园 论占地来讲它算小庄园了 但是在市区当中的这种庄园它绝对是大的 你看它这边有一个独立的铁栏杆 然后你可以把车停到它现在这边有个 这种派丢上面 然后后面有六个车库 然后再往这边走 就可以进门了 我来看房子真好 你看它有邻居好像自己家里种的东西给它放在家门口了 很有爱 然后因为这个小区呢我们是挺熟的 所以里面有一些邻居我们都是认识的 然后都是一些非常非常传统的美国人 白人居多 一进门就是这样的一个高条厅 旋转楼梯很漂亮 然后左手边是一个主餐厅 你看它这边 石木百叶窗 全屋装下来就得一万多美金 有的人就质疑我说的这个价格 但是您可以自己去打听一下这些东西到底多少钱 真的很贵 那它的主餐厅的这个 不是它的这个主餐厅的这个地方是地毯啊 不是地板 但是它其他的地方是地板 你看到它右手边的书房 书房也是一个地毯 但是维护是非常好的 也是石木百叶窗 然后我们现在也往里走 这边有一个小房间 是一个储藏室 这样我们就走到了它的客厅 我现在来看是非常亮的 外面漂亮吧 待会我们再去看这个漂亮的院子 你看这才是它真正的采光 是这样的感觉 然后再往这边走 是一个早餐厅 所有的就连这个推拉门都是这种石木百叶窗 早餐厅旁边有一个副楼梯 待会我们再上去看 然后这就是它的这个厨房 房子主人保养得很好 但是你看像这个地方也是有些水垢了 还是有些使用痕迹的 不过总体来讲保养的是非常棒的 炉灶在这边 但是它这个房子这边是没有烟道的 你要走烟道的话 可能要自己通一个烟道 然后再往这边 是一个洗衣房 就连洗衣房的小窗户也做了石木百叶窗 刚才的早餐厅 然后再往这边走 有一个储藏间 储藏食物的 然后这边出去 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个停车的padding 所以说下雨的时候 即便下雨你可以在这停下车 把孩子接到家里来 一点都不会淋到 这种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房型设计 然后我们现在先去它的主卧看一下 在休斯顿几乎所有的房子的主卧都在一楼 走到主卧的时候呢 这个门口有一个客位 客人用的洗手间 然后这边就是来了主卧 看 哇哦 好大呀这个主卧 哇哦 挑的很高 主卧的挑厅非常高 呦好大 这是一个一米八的床 而且是个高床 你看放在这里面显得好小 就连主卧的上面 十木百叶窗 主卧的侧面十木百叶窗 哇 它的十木百叶窗 真的不止一万美金用 就是整体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你看我现在是在背光的位置 有多亮 这边还挂了一个电视 可以躺在床上看电视的 现在我又来到这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 太爽了吧 我的天哪 一进来来这个洗手间 就有这样一个大镜子 这就是我梦想的镜子 还可以看一下自己 多好 然后一个洗手台 然后 哇哦 你看它这个小心机用的特别好 浴缸的旁边它种了树 不仅有这个磨砂的玻璃 还种了树又挡起来了 乘客的感觉真好 然后有一个很大的淋浴间 这边是马桶间 淋浴间没有翻新过 但是做的 它这个门翻新了 也就是你看 它这个玻璃 这个门翻新了 但是里面 里面的这些金属物品 肯定是没有新 不是新的 然后里面的这个 墙壁也没有新铁瓷砖 但是很干净很整洁 一点都不觉得 就是一点都不觉得脏 一点都不觉得难看 这边有一个衣帽间 男士的 然后里面有个女士的衣帽间 哇 哇 还有一个女士的梳妆台 大镜子的 这边是梳妆台 然后这边是洗衣手台 哇天 这个太棒了 太棒了 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感觉 哇 主播的洗手间 好喜欢 你知道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拍一些比较老一点的房子 都会觉得 房子这里不好看 那里不好看 这里不符合我们现在人的审美 那里不符合我们现在人的审美的 一大堆毛病 但是这个房子的整体构造 真的是太棒了 如果说您家里又有几个孩子 这个学区本来就是十分学区 然后这么大的房子 父母在一起来住 然后有那么漂亮的一个后院 我们还没到漂亮的后院了 现在我们先上来 上来之后 您看到他给我们留了一点点 这个密室的空间 打开看一下 其实是个储藏间了 但是做得很隐秘 做得很隐秘 就在柜子里 我现在把它 看这就是一上来的一个柜子 它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设计 然后柜子旁边 这是一个储藏室 我们刚才从这个楼梯上过来的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这边这两个房间 一个客房 所有的窗户都是石木白叶窗 就连二楼都是 真的 它都不止花了一万美金 它花了一万多 将近两万美金都有吧 然后再往里面走 是一个共用的洗手间 洗手台 然后衣帽间 再往里走 就是另外一边 厕所有窗户 这个 我喜欢厕所有窗户 然后洗手台 然后另外一个衣帽间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房间 它的墙 就像新刷的一模一样 非常的干净整洁 一点 就是磨痕和这个屋子都没有 然后再往这边走 你看啊 这边还有一个空间 但是我们现在先来这个房间看一下 一进来 石木白叶窗 不用说了 就是两面窗户 这么大一个空间的住卧室 然后还带一个洗手间 是一个套间 这个房子 真的让我感觉 是很完美的一个庄园 价位也 比较实在 七十一万五千美金 那么好的院子 洗手间 带窗户 有过来找我看房的客户 就说 之前他们都没有注意过一些细节 就是看我视频里老说 他们才有注意的 但是这个就是 有的人喜欢这样子 有的人喜欢那样子 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嘛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 就是一个这样的台子 走过来 还有一个卧室 每个卧室都好大 好大 然后这个卧室 洗手间 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卧室跟另外一个门 就是刚才我们从这个台子里走进来嘛 这个地方开了一个门 所以说 您就可以在这放松休息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个洗手间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附楼梯 我们就来到他楼上的Gameron 玩游戏的一个房间 所以你看他所有的房间 所有的窗户 全都是拭目白夜窗 还有一个非常酷的 还有一个非常酷的 好酷啊 这东西挺贵的吧 这模型 应该不便宜哦 好酷啊 比我都高 然后一米八左右呢 看他的Gameron 是不是也非常的好看 真的太棒了 这房子 真是太棒了 刚刚上市 不知道几天会卖掉 但是一般比较好的房子 卖的都特别快 好了 现在让我们去看他 院子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因为我这个 用这样的摄像机 拍不出这个院子 真正带给你的美感 所以呢 我会直接就用扛拍了 今天 拍的不 请大家播多观照 现在哦 先看这个 车库 然后车库门口 这巨大的映画面积 然后你看到院子 巨大的映画面积 巨大的拍流 然后您再看一下 我给您车库里面 带来的惊喜 这是刚才 我们看到的车库里面的 这个 是这样子的 你看他有多大 六个车库的位 六个车位的位置 这么大一个车库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门 看啊 主人在这儿又设计了什么 哇哦 主人在这儿 有给狗狗做了一个房间 然后 还装了空调 怎么样 人不如狗啊 有的时候 床 笼子 看 真正是 厕所 厕所 这边装了一个厕所 其实当然这个不是给狗用的 这个就是游泳完了 过来上厕所的 这个 天呐 真正是 在这个门开开 就是他这个巨大的车库了 看 狗狗也能去车库 我这边开了一个门 我真的是 第一次捡狗狗的房间 完全就是狗狗的家呀 这样apartment用的这种空调 好 这边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漂亮的院子 这个院子老花钱了 这么大的泳池 这么长的一个跑道 这个得花多少钱呀 我们家现在在做泳池 现在给我的报价就是 8万美金起 而且我们家 都没有人家这院子一半大 所以这个院子 我真的无法估计 他花了多少钱 然后这边看一下 这人好像很爱篮球 泳池这边也放着篮球 看 美不美 这天 这天 这感觉 有没有真的太棒了 这泳池做的 全是钱呀 看这篮球场全篮 太正二八景的篮球场了 我觉得比我们小区的篮球场都好 还有一个这样的高射灯 晚上都可以打篮球的这种 中间放了一个网球 可以打网球 我的天哪 然后呢 后院 就是这样一个小水塘 这样有一个喷泉的位置 然后其实它是有几个邻居的 这边 还有这边 但是邻居之间离得非常远 所以你根本都看不到 这边的一个 你在活动的一个状况 哇 我想说这是我 做视频这么长时间以来 虽然我也拍过一些豪宅 但是在七十几万价位里 这个是独一无二的 哪怕在一百万以内的价位里 这个也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让我花一个 七十几万的价格 我可能会选择买这样一个房子 不会买一个新房子了 但是我刚刚买了新房子 有点后悔 好漂亮啊 好了我就不再感慨了 有的时候感慨多了 让人觉得特矫情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如果对休斯顿房产感兴趣 或者对美国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离门口的这些超市 就是六分钟 因为超市就在小区门口 然后离学校 就一分钟 就走着就能去学校 学校就正儿八经在家门口 然后离我们经常买菜的 这个亚洲城的话 也是二十分钟就到了 所以买中餐的食品去亚洲城 然后这个房子离医院也很近 就九分钟就到memorial的这边分院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建的房子了 欢迎您联系我 下次再见 拜拜